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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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出来之后变成了一个胡子邋遢的大叔 看起来像是流了晃到很久的样子 外面已经是一片世界末日 三人找到各种遗物和食物 一起享受孤独的滋味 很快爬现墙上画着各自的画像 在另一个时空里 他们已经成了名人 突然一声巨响 一只巨蚂蚁溜了出来 吓得三人又溜回厕所 看到了另一组的自己 三人跟着另一组的自己 来到了另一个时空 而这个时空 就是他们成了名人的未来时空 三人在这里 还遇到了时空妹子的同事 大表姐 大表姐的任务 就是带他们回到正确的时空 于是三人很顺利的 穿越回之前的旧怪 首先是把温宝线解决了 杰克在此膀胱膨胀 来到一个角落 打算示范一下的时候 又见到了那个时空妹子 杰克向他说起大表姐的事情 妹子却说那不是他的同事 而是死敌 专门那场时空穿出了一些名人意识 杰克一看不妙 将这个消息告知机有 三人一番争执 讨论如何知就的时候 大表姐突然杀了出来 一个大噶就干掉在场的所有人 这个场景 这次火星和立志传业看到的画面 好在最后杰克还没断气 时间倒流 顺利改写了结局 三人以为大吉大利 今晚可以回去吃炸鸡的时候 时空妹子突然溜了出来 说他们意外搞出了一个平行空间出来 唯的办法 就是传业回去拯救世界 于是三人再次携手 穿梭时空 全篇结束 看完后 我只想说 作为物非典型的科幻片 影片没有很多绚丽的特效 也没有各种流畅的科幻元素 仅凭脑洞大口的想象和对话 呈现出了一个非主流的另类科幻 好的故事创业 往往比爆米花特效更有味道